好 回来美丽的画面要带你来看到台中的新社花海展期进入了到了第三周 而假日单一天就涌现了差不多有25万的人潮 少数的游客为了要拍照更贴近花呢 是干脆用手直接拉花来拍照 或是来伸手瞧花 由于人多旅游品质很难管控 现在传出市府明年要开始加收清洁费 希望以价之量 整片波斯局花海民众开心和花合照 想地花拍个漂亮照片 但左拍右拍拍不满意 干脆把手伸进花圃自己瞧 因为港播一直宣导要民众不要攀整花木 但是民众拍照实在太开心 不是脚踏花圃就是伸手拉花 加上好天气 人潮满满涌进花海 实在难以维护品质 还有设备却传出主办单位 明年打算收费来控制人数 但民众认为会降低 观赏人数 是可以考量在一定费用内 但是如果太高的话 可能就不会考虑 要提供一点那种免费的 就是让大家可以有地方可以去 我觉得什么都要钱 不过收费规划还在讨论 但每年花海一个月转期 涌现将近200万人次 是不考虑收清洁费 引价质量 民众有人赞全 有人反对 不过一切还没定案